劝导他人 道不如法的道场 不施供养 是否须负因果责任 要服 那当然 所以劝人 不是个简单的事情 我跟李老师圣年 圣年当中 他的言行一致 这我们很佩服的 李老师一生 劝人 受三归 不劝人受不戒 不劝人出家 很有道理啊 他劝人去受戒 他要受不了戒的时候 劝的人要不应付 劝人出家 他出家不如法 那个问题更大了 劝人受三归 没关系 劝三归是 引导他入佛门 所以 入佛门之后 去求戒 或者出家是他自己死去 这个不是别人的事情 他真正通达明白了 出家 要有个出家道理 你为什么要出家 我那时候发心出家 李老师不同意 问我为什么要出家 我是个寺庙里派人来呀 找了我九次了 那我才答应他 这九次也不行 这个不是理由啊 那真正理由是什么呢 真正理由是我自己出家的目的 以出家身份 弘法立身 我们知道 玄庄大师出家 参加考试 这个考试观问他 你为什么出家 他只说了八个字 袁绍如来 静光大法 静光一教 这个理由真当 绍是什么 吉成 袁我吉成 释迦摩尼佛 我把释迦摩尼佛的遗教 发扬广大 这马上就批准了 不为别的 说到要做到啊 我们出家没别的 就学释迦摩尼佛 佛陀一生的行仪 我们了解 这是最早 老师介绍我 读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从事于教学工作 所以我在台中 李老师 会下圣殿 学金教 金教学会 一直就是将近教学 没有担任过 寺院里面 任何致死 就是这一步 单纯的工作 从出家开始 教佛学院 一直到现在 五十年 整整五十年 对自己的好处呢 对王生净土的信心 一点怀疑没有 求王生这个愿 非常恳切 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四十真相 所以这个世间 没有留念 无论干什么 绝对不放在心上 因为这个世间 要离开 而且在现在这个年龄 我常常讲 这是从前李老师 常常讲给我们听 我们听的二叔 老师告诉我们 人的一生当中 有春夏秋冬 人的春天 是前年 你一岁到二十岁 这个二十年 人生的春天 应当好好求学 二十岁到四十岁 人生的夏天 你成长了 四十到六十 是人生的秋天 六十到八十 是人生的冬天 八十岁之后就没有了 那活一年 是多赚一年 你该走了 这老师常常教给我 所以我们听多了 我们就想到了 四十岁之前 实在讲 前面二十岁 迷惑颠倒 没人教你 我还没闻到佛法 我闻佛法是二十六岁 遇到方老师 所以二十到四十 要完成自己的道义 我要认真努力学习 四十到六十呢 应当要对 为佛法 为道场 做出具体的贡献 为他种佛物 六十六十 六十 以后 应当 不再从事任何 直思工作了 专心教学 有点退休 你经验丰富 培养底下也在 后继有人 佛阵法才能救助 所以我对于 后续 这是 全心全力 照顾 希望 世世代代 有人在 而且希望 各个人都在我之上 如果再不如我 那我的教学失败了 应当在我之上 步步高深 这个社会才有进步 才有成长 不可以说 一代不如一代 那是灭亡的现象 一代比一代强 那是个兴旺的现象 所以大家在这个基础上 向上提升 就超越了 这个机会 不是没有 现在这个语言 就非常殊胜 有这么多 互发的菩萨 真正发心 不容易 能够在此地 安心 学十年 这就有大成就了 正发确实 能先往 我们有信心 对于个人 决定求生信徒 永恒不变 正发九诸 现在我们看到的时候 如是道 都衰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发现 三教 我们都要顾到 但是 还是要隐门深入 我们如是道 可以贯通 因为我们是同在一个教室里面学习 所以三教我们都能听得到 我们只是听 自己专攻自己的一门 把所听的这种东西 汇集在自己一门里面的发挥 这也是非常殊胜的缘分 不容易遇到你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